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阶级平台的动作游戏 英雄传说 使用的仍然是木兰 游戏一共有四个人物可以选择 分别是木兰、梁将军、吉利还有陈 大家看屏幕的上方就能够知道 这款游戏最大支持四个人一起联机 上一期录制了前三关 录制之后我就发现这款游戏的流程真的是长啊 估计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通关 昨天还说大概会分两期给大家录制 现在看可能会分三期了 我刚刚使用了一个超杀 这招叫凤凰斩翅 使用的方法是咱们下方的气槽满了之后 按前下后前攻击键 另外木兰还有两个必杀技 一个是跑动攻击 还有一个是下前A 下前A之后有三个派生技 在空中按下 可以施展凤凰踏 按后可以施展风车头 按上可以施展上P 平时攻击的时候 如果按上按攻击 可以施展浮空打 按后呢就是风车头 如果在角落 是可以无限的用上A 对敌方进行追打的 因为这款游戏有浮空连击 但是我选择的木兰 感觉平A的性能不是太好 对角色的保护性不强 对面的小兵倒地之后 可以瘦身 瘦身的话咱们也会用 倒地之后 按上或者下 现在打的是第四关 平原 第四关的难度明显就上升了不少 箱子里还有宝箱里都是有道具的 一般宝箱里是卷轴 箱子里是一些投掷型的道具 比如说飞刀 弓箭 炸弹 还有火龙炮 卷轴有三种 白色的 可以二十秒之内 增加咱们的移动和攻击速度 红色的就是召唤这只小龙 吐火 但是他也会挨打 挨打的多了就跑了 另外还有一个蓝色的卷轴 是召唤花家的仙祖 进行一个全屏的雷电攻击 卷轴给的时候应该是随机的 不一定给什么颜色 三种卷轴的作用都还可以 打出一个回血道具 上一期有小板就说 这怎么还给了一个猪头肉啊 而且这个猪头的表情略显猥琐 一会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款游戏的难度真的是不低 这些小兵 出招非常的快 而且他们倒地起身的时候 有一个短暂的无地时间 刚刚打那种小兵 看名字叫剑男 好猪头出现 还冒着热气呢 这种酒葫芦也是回血道具 这里回血道具给的好多 这个地方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 这个像不像三美 这款游戏高手的话 可以开发自己的连续技 但是我用连续技呢 一般就是平A之后 挑空 挑空之后 距离合适的话 进行三次的跑动攻击 攻击力也不低 但是肯定是比高手的非常 华丽复杂的连续技 输出要低 放个超杀 这样就把三美打完了 这里算是一场小boss战了 屏幕的左方会出现地图系统 插着红旗的地方 就是咱们要赶去的位置 闪光的地方 就是现有的场景 还是比较直观的 美观的地图系统不太一样 有一些需要打开机关 有些需要拆掉敌方的投尸机之类的 跟着箭头走就没错 这种小兵超级讨厌 翻滚攻击非常难躲 而且他的手比你要长 我的投掷类道具积攒的不少了 因为一直都没太用 手快的话 一个飞刀把敌方打扶空了 在空中可以接两发左右的飞刀 非常疼 在角落可以接的更多 但是这些道具 我还想留着打最终boss 对付小兵的话 拳脚就够了 游戏的打击感 还是做的不错 之前的boss到这儿变成精英怪了 估计后面还会出现更多 你别看美观就这么五六个场景 后期的关卡 美观要打十分钟以上 可能是木兰是一个技巧型的角色 输出不是那么强烈 另外上期我也说了 这款游戏就是你要不停的动 不停的走位 你不能只让对方动 你不动 还是要主动一点 节奏要快 这里大概有六个敌方的小兵 血量非常高 两格 放一个超杀 超杀的伤害很难打拳 它不是一个确认剂 它是一个乱舞的突进剂 不管打没打中敌方 自己都在施展技能 什么叫确认剂呢 就像是 八神的八只女 打到一下敌人之后 后面的伤害都可以持全 这样的话 超杀的第一下就是用来确认 一个突进 打到对手之后 出处很高 但是木兰的这招是不行的 不管有没有击中对手 自己就在那把所有的技能施展完 第四关的BOSS 这个BOSS叫什么 叫老油吗 身后还出来牛 先把牛轻了 BOSS的这下阵地 攻击范围 攻击范围非常的远 而且呢 它是可以打到自己人的 这款游戏就是这样 敌方都可以互伤 我放一个高速卷轴吧 这个卷轴的优点 就是快 缺点就是太快了 我自己根本控制不住 BOSS已经半选了 好的 卷轴时间结束 如果没有这些小兵的话 单挑任何一个BOSS 我都不虚啊 把这个猪头守住 这个BOSS就不难了 这边的小兵会抓人啊 来个超杀 过关 这关打了十分钟以上 第五关 雪山 一旦咱们把屏幕上的小兵清完之后 系统就会推速咱们 让咱们快点过关 而且这个背景音还有 汉语 让你快点快点 一个妹子的声音 这个我也觉得难理解 还让我快点 你真的要快了 他该不满意了 知道吗 先几个龙头炮 龙头炮还是比较好用的 我还是留着轰最终BOSS吧 我已经讲了两条命了 分别是2万分和5万分 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讲命的机会了 在角落想怎么连就怎么连啊 快点快点 这里就在催我 快点快点 马上了 马上完事了 再坚持一下 有一个宝箱 应该又是卷轴 多来点蓝卷轴吧 我现在白卷轴太多了 又给了个白的 小兵的出手太快了 好在游戏的血量给的还不少 这种鹰可以不打 不打也能过了这里 把这几个小兵清了就可以了 他不仅会抓人还会防御 这里有掉落的大雪球 砸一下应该还是挺疼的 这是几个敌人 铜瓶大概最多可以六七个敌人 打boss的时候更多 又给了个猪头 回血道具给的应该也是随机的 还有没有人了 没有我就减血了 有 右边我不太敢去 他被砸到 维系的这点还是挺合理的 所有的机关都是敌我双方 都会被打到 这个场景好多的宝箱 一看敌人就多 上下各一排 中间还有一个 一些小伙伴现在说 大叔啊 发现你现在时间变短了 不要听那些小姐姐乱说啊 我现在做视频呢 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 因为时间太长的话 真的挺不住了 年纪在这了 你让我在这录制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视频 这个腰感觉都受不了 还要做这解说剪辑 所以大家体谅一下 打出来一个蓝的卷轴不错 另外这款游戏的流程也是太长了 一般要打的话一个多小时 阶级上 一个多小时的游戏不是很常见 但一般都是这种类型 比如说龙与地下城 三国战技 西游戏 慢点打的话 一个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这里又是一场小boss战 我召唤了一个小龙来帮忙 这个年纪自己对付六个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年还幻想对付七个 我看一下 那好了 今天呢时间差不多 先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